请看概念三 概念三要探讨的是 二次函数图形和Y轴的焦点 他问你说 请问你右图的二次函数和Y轴会相交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相交 但是请注意 我们说这个二次函数 两边是无限延伸 既然两边是无限延伸 你看 无限延伸 所以呢 它和Y轴会不会有焦点呢 一定有焦点 和Y轴一定有焦点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 一定吗 你说是一定 不管二次函数长什么样子 它都一定会有焦点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蛮不错的 真的是这样吗 好了就有些同学说 请看旁边的笔记栏 所有的二次函数图形都会和Y轴相交吗 我们在国中学的呢 二次函数它长的是上下 开口朝上跟开口朝下 我们就用这两种类型来探讨 是不是所有的二次函数都会跟Y轴相交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分成呢 开口朝上跟开口朝下来做个说明 首先呢 假设是开口朝上 不管你二次函数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它是无限延伸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呢 一定会跟Y轴会有焦点 那如果是开口朝下呢 开口朝下的也是一样 不管你的这个二次函数的位置 二次函数图形在哪个位置 它都一定会跟Y轴相交 原因是因为 它的两边是无限延伸的 所以呢 这个笔记栏里面说 所有的二次函数都会跟Y轴相交吗 是 没错 是的 好咯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如果会相交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求 这个二次函数呢 跟Y轴的焦点到底怎么算 那我们首先知道 Y轴上面的点 Y轴上面的点 它有一个坐标一定是0 Y轴上面的点 X坐标 因为呢 Y轴上面的点呢 它的X坐标就对到这里来 所以呢 它的X坐标一定等于0 那Y坐标呢 就看看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看它在哪个位置 但是 X坐标一定是0 所以呢 如果要求跟Y轴的焦点 你只要把X等于0 带入 什么叫做把X等于0带入呢 也就是说呢 把X换成0 就可以了 把X换成0 所以呢 在这个题目里面呢 二次函数 Y等于 负括号 X减3的平方 再加2 要求它跟Y轴的焦点坐标 我们已经算出一个了 也就是X呢 会等于0 那我们这里呢 就把这个X呢 换成0 那看一下Y是多少 所以Y就等于负括号 0减3的平方 再加2 好咯 那你看 那这个0减3是多少呢 0减3是负3 负3的平方 它就是9 所以呢 Y就是负9加2 负9加2呢 它就等于负7 所以Y坐标就是负7 那X坐标呢 就是0 所以呢 这个和Y轴的焦点坐标 和Y轴的焦点 坐标有两个 X坐标一定是0 Y坐标我们刚刚算出来 负7 这个题目就解决了 所以呢 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概念3里面 要知道的是 在国中学的所有的二次函数 都会跟Y轴相交 那怎么求它的焦点呢 我们知道Y轴上面的点呢 X坐标都是0 所以你只要把X等于0带入 就可以求出Y 那也可以求出 这个二次函数和Y轴的一个焦点的坐标 这个概念3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呢 再举个例子来 给大家练习一下 便按下来 让我们接下来 让我们接下来 那是